问题三 皮带掉落怎么解决 如果你刚收到巧克力滑轨时 出现以下这些情况 有可能是运输快递途中滑轨受到碰撞 造成皮带脱离掉落 倘若你在使用滑轨期间 不小心掉落或者碰撞 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出现 首先出现这些情况 并不代表滑轨是坏的 滑轨的皮带本来就是断开的 通过一个卡口卡住两端才能滑行 这时只需要把皮带卡回原来的位置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以下是皮带安装的方法 第一种情况 皮带脱落在卡口处 只需要把皮带脱落的一端 对准卡口的开口处 用力按下去 卡住皮带 然后滑动滑快 滑快正常滑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第二种情况 皮带完全脱落 先把脱落的一端完全拔出 然后将它从调节片的一边推进去 继续往前推 看见皮带从调节片的另一边出来 把皮带拉到卡口处 对准卡口 按下去卡住皮带即可 卡住后 滑轨正常滑行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如果担心皮带卡得不够紧 再次脱落 可以使用钳子 稍微夹紧一下卡口 我们建议钳子 要用纸巾包着再去夹紧 以防过于用力 损坏卡口和皮带 对本期节目还有疑问的 可关注洋葱工厂 YCOLI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 下期再会